好莱坞拍的什么啊 东克尔克大车推 那家把英国拍的那个英勇啊 军民全整小划个小逼船 跨过英级的海峡 直接给人找出一下 明明是让人打的裤衩子都没了 大逃跑 这家仍是给拍成英雄主义 你真这么没法看的 这电视太恶心了 我让他们公知吹的 我操你妈拿逼片 给你等他妈豆瓣八点多分 当时的历史是啥 是他妈一百多万的 一百多万的英法部队 英法当时是全球的老大跟老二 德国拿干波兰的时候 他们俩向德国宣战 苏德瓜分波兰 他俩没敢向苏联宣战 向德国宣战 宣战完了 这俩货愣是一动没动 世界上第一回见到这种宣战的 干啥他俩 他俩猫他妈马基诺防线后边 这俩货被德国 从阿登三菱给穿插了 从比利时 绕过马基诺防线 德国的先前的机器化部队 先他妈绕这俩货后边 揮着这俩货 追着几十万大军人家裤衩都跑丢了 装备全撇没了 一路一路追 一路傻那跟他妈砍瓜切菜似的 最后杀到海边 这个海边叫东克尔克 最后德国人杀累了 杀累了 等后边的骑兵跟步兵 完了顺便拿下了法国几个城市 给这等 等他妈这几天 完了德国空军对东克尔克一顿大轰炸 这俩这俩货几十万大军 给他妈海边那 无路可逃了 啥都输没了 号称世界老大跟老二 让德国揍点 啥都不剩 对 就这个点 德国不是战略失败 没追他 德国是等他妈骑兵后边 因为德国先前部队没多少人 就把他们全收 德国也没想到这俩货这么老 这么的 等那几天 他们跑了个二三十万 我最后英国吹奴逼 不着我跑回来这二三十万 后来德国能战败吗 你妈哨子 德国是苏联打败的 跟他们有鸡毛关系 这帮损货 狗兜不是 完了还他妈舔鼻脸拍电影 你说这帮多不要脸 报称保存实力 跟他一点点鸡毛关系都没有 我没说嘛 苏德战争整整整打四年 整个欧洲战场没有第二线 整个欧洲打苏联一个 德国带着 英国跟美国跑哪去了 这俩大三炮 没给斯大林气死 跑北非去了 捏过意大利去了 在北非还被德军一顿雷 后来给斯大林气的 直接指着 指着这个 修吉尔骂 说你他妈再不登陆 我告诉你 德国要是胜利了 必须剿灭你 就就是一想 也是那回事 一跺脚 一击眼 整他妈六千人 登陆了 滑个小船 给英国经济历海峡 登陆法国 让德国发现 直接干死五千七 就剩三百 游泳跑回去 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从那之后 再也没登陆过 除了 除了 除了诺曼底登陆 再他妈也没上去过 见着德国人 直接尿裤子 太拉了 这还拉 还有更拉的呢 德国一百五十万精锐 被苏联灭了的情况下 最后诺曼底登陆的老美 竟然让德国 绞杀了十多万 整个英国军队 被德国又绞杀了二十万 沐曼底登陆二百多万人 给全球凑的人呢 让德国的 最拉胯的军队 给一顿锤呀 为啥他们西线战场 沿着他们苏联 把他们旗都插到柏林墙上来 他们二百多万部队 害他们没打过来的 让德国仅有的那点玩意 给一顿雷 我操这帮奏子 怎么打炸 他们打仗狗蛋不是 是人的 是人的